春节九天廉假即将到来 预估从今天晚上开始到除夕 会涌入大量的返乡车潮 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就实施了疏导措施 除了初二初三会有北上高承载 新开通的国四预估也将有助疏解车潮 春节连续假期前夕 上午国道一号车潮尚未涌现 不过南下也明显多于北上 市警局交通大队也预估29号为返乡高峰 交通警察大队这边预估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从明天开始为连假的第一天 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到除夕 为返乡的车潮会比较多 预估比较容易塞车的时段 像是今天的晚上跟明天的大概中午左右 可能会有南下车潮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春节九天假期返乡输游车潮都将增多 各单位配合输导措施 台铁高铁在1月27到2月7号 分别加开309及450列车 施工车廉价也不打烊 孤岛一号王天交流道则会双向封闭 风源到台中机动开放路间 至于台中市路边停车阁与工友出入 无栅栏平面停车场都会暂停收费 加强车流疏导交通大队每日投入约900名警力 200位名利 除了疏导观光热区周边 也配合国道在初三初四实施12处北上高承载管制 包含国一后风大雅等5处以及国三大甲杀鹿龙井等7处入口闸道 至于台湾大道也会进行弹性分流措施 而刚开通的国四弹风段预估也将有助于疏解车潮 国道一号台中交流道往市区的方向 我们交通警察大队会实施弹性分流的管制措施 也就是下闸道往市区的方向 因为中港路有时候车流量会比较大 会建议用户人配合现场远景的管制措施 我们会把放三角锥 建议右转环中路走市正路 进入市区避开中港路可能会有涌舍的情形 春节假期来临民众返乡团聚 警方加强维护工作 呼吁用路人配合管制措施